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下这个几何图形 你会觉得它们是一样的长吗 但是其实它们是一样的长度 这是视觉里面非常著名的谬视错觉 所以你觉得眼见可以为平 这是爱美视窗 以下的示范我要请你遮住一只眼睛来专心的观看 请你专心的看着荧幕上的大画面 你会不会觉得当爱美视窗在旋转的时候 到了某一点它似乎会沿着一个相反的方向旋转回去 但是你若注意看荧幕上的小视窗的话 其实它的旋转方向一直都是固定的 所以你觉得眼见还可以为平吗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上的图形 这是美国杜克大学Pervis教授提供的图形 你会不会觉得这上下两块图形 它们的灰度看起来很不一样 现在呢 一样还是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 所以眼见可以为平吗 对于以上有趣的这个现象 如果想要找到答案的话 欢迎来加入我们的课程 在这门课程里面 你将会发现 视觉的经验 其实是眼睛与大脑 共同创作的奇妙世界 所以往上见哦 哦 对了 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的穿着改变了几次 成绩钟 彻底部分 worker 不安 Terowanie 游差 的 关闻 hunt